Zither Harp 神的儿女们 让我们高举耶稣的名字 来敬拜神 哈利路亚 主耶和话 你已经牵扯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已笑的 我醒路 我躺 我泥都洗肠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幸 我舌头上的花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暗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使我不能测透 你的至高 你的尊贵 是我永远 不能所尽 我可以往那里去躲避你的力 我可以往那里去逃 我可以往那里去逃 可躲避你的脸 我落伞开 青春的翅膀 飞到地球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你也深知 我心路 我躺 我泥都洗肠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幸 你也深知 主耶和我 你已经检查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已笑的 我心路 我满 我你都洗肠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幸 我舍头上的花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还守在我身上 这样的奇妙 使我不能遭透 你的至高 你的尊贵 是我永远 不能做起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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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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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祂我们感谢你 祝阿 谢谢祢的爱 祝阿 不离不弃 耶稜 谢谢祢的爱 在我们还在死伏中的时候 祝阿 祢就有祢的爱 祝阿 看顾着我们 祝阿 祢已经知道我们 耶稜 祝阿 求祢今天早晨 再次有祢的爱 祝阿 来宝宝我们 耶稜 祝阿 祝阿 一手所有哭泣早晨 别闭怀 耶稜 神经早晨 我们来到你面前说 主啊 因为你的爱 主啊 我们要欢心 要喜乐 耶稣 主啊 我们要来寻求你 主啊 你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 主啊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耶稣 欢迎你 耶稣 祂祂导臣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主啊 鼓励我们 耶稣 是的 主啊 让我们进行早晨 主啊 不再逃避 耶稣 主啊 回到你的面前来 诚实地面对你 谢谢耶稣 丹美耶稣 哈雷瑞 谢谢主 耶稣 祢带领我们是的主 耶稣 让我们在早晨的时候 主啊 就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 耶稣 让我们在早晨的时候 主啊 就可以经历你的爱 主 再一次的出国 再一次的重海 谢谢耶稣 祂祢 耶稣 我可以往 我可以往 哪里去躲避的地理 我可以往 哪里去躲 躲避的地理 我若将看 清晨的翅膀 回到地球 回到地球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也必 赢到我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也必 赢到我 却说 assurance quités 我们再一次来到祂的面前 主啊 有很多时候 当我们做错的事情 或者是 就啊 在罪的当中 我们沒有办法来到祂面前 我们觉得好羞愧 耶稣 但是你的爱 是如此地真实 主啊 你的爱 是如此地 不放弃我们 主啊你知道我们 从我们在母父的时候 主啊 祢就复辟了我们 主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 主啊 今早晨再次提醒我们的心 主不论我们是否在最终 主啊 或者是我们的 我们跟祢的关系 主啊 是非常亲近的 主耶稣 祢都带领我们 主啊 早晨的时候 我们要再一次的 被祢的爱大大的充满 主啊 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祢的爱中说 主是的 主啊 我坦然无惧 耶稣 因为我知道 主啊 我是祢所宝贝的 主啊 我是祢所爱的 圣灵欢迎你 早晨的时候 再一次将你甜蜜的灵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带领我们 清晨的时候 透过祷告 与你再一次 建立亲密的关系 主耶稣这份关系 是没有人能够取代 主耶稣欢迎你 主啊 带领我们 今天早晨就经历 主要被你更新的喜乐和滋味 谢谢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 每次上次有诗歌的时候 神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再次来祷告 面对今年的最后几天 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 接着祷告来服侍上帝 不单单感谢神 过去这一年的引导 带领保守 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 来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 每一天都是上帝 给我们最宝贵的一天 我们为了今天 神给我们宝贵的一天 我们向祂感谢 为了今天 神能够做大事在我们身上 我们感谢 为了今天有神迹奇事 要发生在我们中间 我们向神感谢 因为今天有十字架的大能 我们向神感谢 同神开口 我们感恩的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谢谢祢 感谢耶稣 谢谢祢 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耶稣荣耀的恩典 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耶稣喜乐的恩惠 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耶稣我们感谢祢 哈利路亚 谢谢主清晨 清晨与我们同在 祂要造成 耶稣的美好的 祝福与我们同在 耶稣亲从中的那个得胜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祂我们感谢祢 耶稣我们感谢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主啊我们在里面前宣告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主啊今天是得胜得胜的一天 主啊今天是豐富有余的一天 感谢耶稣 谢谢主 我们在里面前仰望 付求祷告 谢谢耶稣 赞美祢 赞谢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我们感谢祢 一起祷告 为着祢所聚会的教会 对明年度的计划 和意向和策略 目标我们祷告主 如果你知道的 为这样的目标成就 祷告神 为着祢如果你知道的策略 祢为这个策略感谢神 如果你知道的方向和意向的 为这个方向意向感谢神 如果你都还不知道的 祢向主祷告 上帝让我所聚会的教会 成为全世界的希望 奠定出令人觉得有盼望的计划 在明年这个时刻 我们就祷告神 仰望神 为着祢自己的教会 同声开口 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谢谢祢 赞美耶稣 主啊我感谢祢 耶稣我感谢祢 主啊我在祢面前仰望 呼求祷告 圣灵 圣灵 来临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有目标 有方向 有预向的教会 主谢谢祢 主啊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 祢是我和国家我不惯的浅迹 感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祢在我们中间做大事 耶稣祢在我们做美好的事 耶稣祢在我们做渴望的事情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祷告你 耶稣我仰望你 主啊每一个在祢面前 耶稣我们都相信 祢的恩惠荣耀是多而又多的 充满在我们中间的 感谢耶稣 谢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圣灵啊欢迎你来 圣灵欢迎你来 耶稣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意向梦想可以成就 让我们的意向梦想可以得胜 感谢耶稣 谢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一起祷告 相信耶稣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 相信耶稣受了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 祷告主 如果你心中有恐惧的 奉主的名平安充满你 如果心中有担忧的 奉主的名把稳妥充满你 如果你心中有 在神的面前有胆怯的 上帝把刚强壮胆的灵 充满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仰望神 要如阴暂时上腾 如果身上有疾病的 奉耶稣的名叫疾病 离开你身上 同神开口 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赞恩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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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耶稣我在你面前祷告 祷告 祷告 仰望你 圣灵啊 欢迎你来 耶稣欢迎你来 主啊我在你面前 仰望你祷告 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抓住 紧紧的抓住 紧紧的抓住 上帝啊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在上帝的荣耀尊贵的里面 带领我们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主啊你 奉主的名叫疾病离开 耶稣啊 叫一些胆怯离开 恐惧离开 褪缩离开 赶强撞到你 充满我们 主啊叫我们行走 不困倦 奔跑不困倦 行走有不疲乏 来到你的面前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一起祷告 如我们心中有干渴的 心中有渴慕的 主亲自充满我们 让我们在手里面前 一早起来 接着祷告 服侍他的时候 就相信 叩门的他给我们开门 寻找的会寻见 我们仍然相信神要我们常常 祷告不可灰心 所以今天早晨 你的祷告也不是灰心的 你的祷告是有盼望的 你的祷告是坚持的 你的祷告是有毅力的 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帮助我们 教灌 祝我们 耶稣我们爱门 可恶心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主要在你面前祷告 呼求仰望 主要我们寻求你的面 耶稣我们寻求你的面 感谢耶稣 圣灵欢迎你 主要让我们在你面前 主要一切干渴的要得滋润 主要一切缺乏的要得保住 主要一切饥饿的要得丰富 主要一切饥饿的要得丰富 主要感谢耶稣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主要我在你面前祷告 呼求仰望 祷告呼求仰望 谢谢耶稣 阿们 感谢主跟旁边的讲说 今天有美好事情要发生 来告诉他 今天有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 面对在今年的最后的几天 以及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更多的在主人面前学习 操练 预备我们自己过一个有成根生活的基督徒的生命来 我们仰望神 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 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 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 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圣经中间讲到非常清楚 在三十五节 三十四三十五节的时候 耶稣在前一天晚上工作得非常的疲乏 在工作完之后呢 他休息没有多久 次日早晨 实际上说是天未亮的时候 可见那是一个清晨的时刻 天没有亮的时候 耶稣就起来了 到旷野地方去 因为到旷野没有人打扰 在旷野可以专注 可以专心的来祷告 耶稣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耶稣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天未亮就起来祷告 天未亮就与主亲近 天未亮就与父神亲近 天未亮就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主 天未亮就在神的面前用膝盖来服侍 天未亮就预备他自己面对今天一天的生活 无论是环境中间的或者灵界中间的 所以事情上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什么清楚呢 他说又赶出许多鬼 讲得很清楚啊 非常非常清楚 没有讲说黑暗的势力 很直接讲说许多鬼 而且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够清楚啊 够清楚 够清楚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就在平常的 我们肉眼看得见的环境 我们更是在活在一个属灵的状况的里面 活在属灵的境界当中 我们感谢神 因着耶稣的大能 因着神的生命 因着圣灵的帮助 充满和浇灌和安慰 带领 让我们可以面对 我们所不能够预知 不能够了解 甚至于不能够 不能够去非常真实的 直接的明白的 属灵的光景和境界的当中 神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为什么清早起来 因为他清早起来 需要从神那个地方 几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可以得着 更多的学习的 第一 成根的生活 可以带来生命的富足 一个有成根的生命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富足 更加的丰富 成根早上起来的祷告 神的话语的默想 在神的面前的敬拜 感谢 呼求 仰望 在神的面前 与主亲近 主说亲近我的人 我就亲近他 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 会带给我们生命中的富足 没有成根生活的基督徒 非常容易陷入 属灵的贫穷 外面有很多很好的恩赐 可是里面是贫穷的 外面看出来 有很多很美好的 生活的光景 也过得去 服饰也还可以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里面却是贫穷的 因为缺少了 每一天成根的生活 有的人的职业的习惯 他没有办法早晨起来 但是呢 如果你愿意一天中间 总是有一些时刻 大概半小时 一小时 甚至于一个小时以上 你可以分别出来 能够跟神有美好的分享 跟神有美好的连结 跟神有美好的团契 与圣灵有美好 祷告的那一个 那个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 是不会贫穷的 因为耶稣给我们留下 最美好的榜样 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看见 基督徒不要进入贫穷光景 就是起来成根祷告 起来成根默想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来到神的面前 吃神的话语 让天上的粮食 成为我们的帮助 和祝福和满足 不但是这样子 成根的时候 神的话语 常常会兼顾 我们的信心 神的话一进来 我们的信心就被兼顾了 我常常在成根中间 听见弟兄姐妹的分享 他们常常告诉我 写信告诉我 或者是当面告诉我说 今天的成根神的话帮助了我 今天神的话如何的鼓励了我 今天神的话让我如何的重新得力 今天神的话如何让我再次有信心 今天神的话再次的提醒我 今天神的话再次给我方向 今天早晨神的话再次让我有力量 面对今天一天的工作 生活以及学习 神的话一进来 我们就有信心了 让我们在每一天早晨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早一点起来 花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 让上帝在早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遇见祂 就可以跟随祂 就可以仰望祂 就可以伪身于祂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按照生活的作息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你的生活都是早上起来的 而不是晚上工作 早上需要休息 绝大部分 所以我们在神经面前需要学习 早晨起来的生活和祷告 这样子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不再贫穷了 阿们 让我们的生命 不是贫穷的生命 而在神面前是丰富的生命 早上起来 成根的生活对你绝对有极大的益处 第二方面 成根的生活会带来服侍的力量 不单单我们的生命富足了 也让我们的侍奉中间是有力量的 让我们在侍奉中间呢 是有力量可以面对侍奉中间的需要 挑战和呼召 在神的面前我们渴望 因为没有成根生活的基督徒 往往在侍奉中间会容易手忙脚乱 然后久而久之就按照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来服侍 就慢慢地失去了恩膏 慢慢地失去那个新鲜 因为那个经验告诉你 反正到了就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时候到了这样做就可以了 然而成根会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们成为新皮带 而不是旧皮带的来服侍上帝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 他说 一开始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是说他是接下这个教会来的 可是教会呢 几个月来他接下来都不能够有很好的成长 好呢 过了一两年还是不能有很好的成长 于是他做一个决定了 这个决定一做完之后 教会突飞猛进 他的决定是什么呢 他说以后长子们来开会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必须要面对神 坦诚地面对上帝 只要那一天没有成根人都不能发言 于是呢 从那一天开始教会就不断地成长 十倍 三十倍 一百倍的成长 是因为没有成根人不发言 有成根人发言 他的发的言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方向 阿们 感谢主 这个牧师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他的确这样子见证 有成根的教会 有成根的生活的基督徒 他不单单身份丰富 服侍也会有力量了 勇敢地面对一天侍奉的挑战 一个礼拜面对侍奉的挑战 人生中间侍奉的挑战 成根的祷告与更新 让服侍充满了能力 服侍中间不是周而复始的 就这么做 反正时候到了我就去做他 这个儿童的工作 时候到了我就去带儿童 青少年工作 时候到了 礼拜六晚上到了我就去 礼拜天小组我就去 做小组长的 不是时候到了我就去 或者是做领袖的 开开会了我就开会 了无新意 不 当你开始成根祷告 仰望神的时候 你的侍奉是蛮有能力的 新鲜活泼的 带着圣灵大能的 带着圣灵恩高的 所以成根的生活带给你跟我 在侍奉中间是有力量的 你现在跟左边右边人跟他讲说 有了成根 我们的侍奉就会有能力 来告诉他 有了成根 我们的侍奉就会有能力 Amen 最后一方面 成根的生活 更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透过早晨起来建立了关系 早晨起来 在人不能打扰的时候 耶稣到旷野去 彼得和同伴 彼得带头嘛 就追到耶稣那里去 遇见耶稣就他说 大家都找你 大家都找你 耶稣到旷野 所以大家都找不到他 就是要到大家找不到的地方 好好的成根 灵修 亲近上帝 不被打扰 不被中断 不被困扰 不被麻烦 在上帝面前 我们需要有成根的生活 成根的生活 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 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连结于神的时候 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 凡所祷告的都要成就了 Amen 祝福你 每天早晨起来 好好的 奋力的来成根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再带给别人控告 还带给别人定罪 但我的确听见过 有些弟兄姐妹 有一些属灵的长辈 他们做过一个分析和调查 他说基督徒十个中间 有九个 九个 就百分之九十 的基督徒 信了耶稣之后 一生中间 都不断不断地 为着能够早起 而在那边奋战 奋战的意思是说 起不来的意思 十个中间 大概有九个 有九个 就真的每天在主努力 一三五起来 二四六呢 又不行了 下个礼拜呢 二四六起来 一三五又不行了 再下个礼拜呢 一二三起来 四五六又不行了 再下个礼拜呢 四五六起来 一二三又不行了 再下个礼拜呢 一二三四五六起来 日又不行了 再下个礼拜 一五六 这个不能了 但是呢 二三 二三四起来了 很特别 我们常在这个循环中间 为了能够起窗 不起窗 感到非常的挣扎 没有成根的生活 基督徒不容易胜过试探 有了成根 你容易得胜 我不能说绝对一定会 可是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当我们真的有 好的成根的品质 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不但这样 成根的等候和仰望 可以创造出 与耶稣共进早餐的时光 Amen 感谢主 吃早餐前 跟耶稣先吃一顿 然后再来吃我们肉体的早餐 这是多美好的时刻 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在神灵面前 立定心志 好好的过一个 有成根的生活 的基督徒生活 在神灵面前仰望神 让我们天天 有清静上帝的时光 同声开口 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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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 耶稣我仰望 耶稣我明晚 耶稣啊 耶稣 再一起祷告 谢谢耶稣 让我们有仰望你的时刻 耶稣让我们有福求 与你连接的时刻 耶稣让我们属于 不是贫穷的 是丰富的 是富足的 感谢耶稣 Hallelujah 全是 赞美 赞美 感谢祢 祢今天早晨的话语 再次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主要是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 最美好的榜样 主要是的在每一天早晨 主要我们应当要来亲近祢 主要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要祢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 主要当我们越亲近祢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能够越认识祢 主要当我们越亲近祢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能够越爱祢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要坚固我们的信心 主要当我们更寻求祢的时候 主要祢的力量就在我们里面 主要使我们能够坚立 主要在我们所有的岗位上面 主要能帮助我们 主要当我们更亲近祢的时候 主要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祢的话语 主要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 主要来造就我们的生命 主要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祷告上帝 从现在开始进到明年的时候 我们祷告神 让我们在新的开始的一年 天天都有成根的生活 成为有成根生活的服事的同工 能力的仆人和使女 同心开吼一起来祷告 哈利流亚 耶稣 谢谢祢 赞美耶稣 哈利流亚 谢谢耶稣 哈利流亚 谢谢耶稣 主要是有能力的使用者 能力的使用者 哈利流亚 谢谢耶稣 哈利流亚 谢谢耶稣 哈利流亚 主要我在里面说祢 那我们在各地的生活 祂让我们的生命丛 谢谢祢 谢谢祢 主要让我们在里面看见祢的恩典 哈利流亚 主我们来到祢面前 只是说祝我们向祢立定我们的心志 主啊 这是何等的恩典 我们可以每天早晨起来来亲近祢 向祢请新徒义 听祢对我们说的词言爱语 主我们仰望祢 让我们就是立定心之说 从岁首到年终 每天早晨我们就是来亲近祢 我们不听神言 不出人语 主啊 主我们就是说 每一天就是要来亲近祢 求祢带领我们 谢谢 耶稣我们谢谢祢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要好好的来成根 主啊 预备我们 让我们成为成根的百姓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地 yn高养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